10月16日10点7分,赵丽颖和冯少峰一同在微博展出了二人的结婚照,欢宣正式结婚,而10月16日是赵丽颖的31岁生育,时时气氛又强在冯少峰生育,男方更是在微博评论老婆, 生日快乐,大方秀恩爱,冯少峰和赵丽颖虽然多次被记者抬到了一次谈恋爱的照片,但二人迟迟为正面回复,如今突然宣布结婚,也是令广大粉丝大为惊讶,二人不仅相差9岁,家庭背景各式大为不同,冯少峰的父亲是仿视业巨头,家族业务遍布沿海,身家近10亿,冯少峰是唯一继承人, 但他的父亲为了激励他所以一开始对他说,我的财产一分都不会给你,哼,经过几年的奋斗,他终于开始大红大紫,他给父母亲卖了一栋别墅,成功的从富二代成为富一代,而他的父亲也准备把家产全部给他, 这时他对记者说,现在不是他想不想给,而是我想不想要的问题了,作为80后,赵丽颖身在河北廊房,父母如今都是个体, 父亲原是派出所民警,母亲原是百货商店售货员,他还毫不隐晦的透露,他们小时候都是农民,赵丽颖出身于农村, 而他也曾经大方承认过,还在一次采访中表示,很感谢爸妈给了我这么一张脸,没把我生得像农村人,二人唯一相同的地方可能是星座了,他们都是天称座,风向的天称座非常判重公平,明晰,善良,和有教养的举止, 他们对待爱情非常理想主义,非常清楚一段完美的感情应该是什么样子,所以他们会拥有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, 让梦想成真,天称座人虽然感情丰富,但绝不会因一时冲动而行事,在他们的每一行动后面都有充分的动机和理由,天称女将是一个贤惠的妻子,尽职尽责的母亲, 天称男婚令女方相信,这个男人正是他理想的丈夫,不仅使他有安全感,还让他能在事业上步步成功, 所以,这也许是为什么附加少爷冯少峰,会爱上平民家庭出身,的赵丽颖对原言之意料。